大师您您可以打开话筒 您也可以分享你的PPT了 这是为什么 好的 现在你那边多少人进来 可以看到我的PPT吗 看到了大师 看得到 看得到 117个人 就多了一点点 还没上完呢 还没上完呢 那我们今天再等一下 不好意思 行啊 今天我跟你讲 生日最大 我今天胡说八道 你们就胡说八道 你们就随便听 胡说八道 我倒是随便说 我们都听 OK 那行 对不对 今天想是 有点得意忘形 OK 我今天特好准备 提早吃饭 把背景也学会换了 真的吗 是闹教我的 OK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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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那完蛋了 现在多少 121个人 121个人 OK 我们先开始吧 知道就知道 好吧 今天的课程是 给江与岭就听的 因为我曾经 我大概跟一些伙伴已经讲过了 像今天这种课 我大概从来没讲过 而且我只准备一辈子只讲这一次 如果你们以后再听得到的话 以后是不会再听得到 可能在我书里面找得到 OK 因为这个课 基本上做直销领袖 是不去碰的这一块 这是个雷区 很难讲 OK 那我今天呢 就趁着我生日 反正 讲什么都不要 不要怪我 不要 这个大家能听到 能学到多少算多少 因为这是 我作为经营直销事业 对直销的了解 蛮多都是经验教训 OK 特别是教训特别多 因为做直销 真正你要做直销 你真正要成一方领袖 你要成就一番事业 作为领袖 你必须了解和知道的事情 还有呢 作为领袖 你必须具备了哪些素质 人格特征 因为我一直讲 IQ 你生价是多少就是多少 但是EQ 是可以 是可以发展 OK 而且可以无件扩展 有解释 等一下 那个谁啊 那就 谁有办法录音 那谁录一下 没有 那首先呢 我们来讲 讲 这个 这个是刚刚的 开头 有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放这首歌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 因为做直销里面 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大家听好了 直销有很多好处 很多人都会讲 OK 不需要投资啊 那谁啊 卢西既然用你的视频 你想直销有什么好处 直销不需要 不需要资本 大资本投资啊 然后不需要特殊的正常关系啊 而且不受语言 地域文化 文化 这个这个学历高低的限制 性别 对 还有呢 而且 把这一大堆好处了 其实对比传统行业 对不对 对对对 你知道直销最大的坏处是什么 而且一般人做直销 最容易费 最容易做不成功的 一个痛点 或者一个麻烦在哪里 因为他太容易放弃了 因为他成本太低了 这个是初级的 等一下 我以前讲过 OK 因为没什么成本 所以呢 特别容易 特别容易放弃 OK 那问题是 问题是没有人管 没有啊 所以 听我来讲 讲什么 为什么 我今天 我今天 我最大灵力要生气 也没办法 我随便讲 最容易放弃吗 因为 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是 要做直销是打中自己心理上 对一个梦想 一个要求 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对自己的一个责任 OK 而且要有很坚强的资力 对不起 没讲到重点 直销最难的 也就是我们人生当中 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是跟人打交道 你知道人多复杂吗 特别直销 你没有办法统一的 因为人家 你在讲人家的时候 人家能够签单 你要qualify他吗 你有资格提要求吗 你一定要是清华毕业的 你一定要是长春腾毕业的 你一定要是研究生 你一定要有两年的工作经验 没有资格要求 我们有人参加 sign up 就笑死了 但是造成一个麻烦呢 什么样的人都有 那你作为一个直销领袖 你真正要锻炼的 是学会这么圆融的 跟各种背景 各种性格 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很多时候我们讲 很容易讲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 不如阅人无数 讲是很好讲啊 你去阅人无数试试看 而且要把这个无数的人 要大家捆绑在一起 为了同一个目标来奋斗 但是各自的梦想不一样 他的梦想可能跟你的完全不一样 但是 健康美丽 时间自由 这个人的本性上的目标是一致的 那你要作为一个领导 你怎么过五关斩六将 而且非常开心的 能把这些人绑在一起 因为你不是领导啊 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啊 你也不把人家薪水啊 你怎么能够 让人家自觉的绑在一起呢 所以很多人 在进直销的时候 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啊 我再讲一遍 这个课 你在任何网络上 任何大力的 都不会给你讲这堂课的 我今天要把这个伤疤 揭开来 揭开来的目的 是要大家自己知彼 要知道你将来 在带团队的时候 你必须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OK 所以呢 就是讲 很多时候做直销 我们一直讲 它是反向思维的一个行业 它不是一个传统思维 在传统行业里面 你做得很好 你很会带领人 你非常厉害 但直销里面 完全把它forget it 不适用 因为你面对了人 而且不是一个两个 而且我最没有看不清 女生的事情啊 一点没有啊 所以我一定要讲清楚 是不是 直销里面 90%以上 我们都是女生在做 卢西是不是 是的 那三个婆娘是什么 不知道 下一句是什么 三个女人一 三个女人一台戏 那你要不要混在里面 一起唱戏呢 要不要一起搅和呢 所以你一进入以后 人家会吓到 有的时候你觉得 哎呀 这个领袖到底怎么做 人家就讲 你怎么开始做的 你碰到什么问题 怎么解决的 实际上根本的问题 又作为一个大领袖 你将来要成长 为一个大团的领袖 你必须学会 这么跟人打交道 跟不同背景 能打交道 就像刚刚那个 卢西讲的 卢西讲什么 也不需要 也不需要 那个什么 投资一大笔 也不需要 全职在做 也不需要 license 也不需要考执照 也不需要哪个大学毕业的 不管男跟女 也不管老跟少 也不管长得好看 长得美丽 长得不好看 长得很恶劣 钱多钱少 都不需要 那 那 倒过来讲 也是一模一样啊 你就是因为不需要 你又怎么去领导他们 有人考虑过这问题吗 或者考虑这问题的时候 就往后说了 哎呀解决不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对不对 OK好 我们一直到来 来 来 让我看看 来 露西来读第一个 作为一个直销 或者未来领袖 必须了解 为什么 不要触碰政治 为什么 谁啊 谁愿意出来 发言 我刚刚讲过了 我现在讲这个之前 我先来 先来讲这个好了 来 OK 直销事业 以下三种人 只要具备 其中两个条件 就一定成功 争着 抢着 站上台来 分享和讲课的人 好 这种人 具备成功处置 第二个 无怨无悔 提供场地的人 OK 虽不算于延迟 但不断地 邀约人来听课 运用ABC法则的人 我跟你讲 只要具备一个 你就一定成功 具备一个 你就成功 就会很大 具备这三个条件 当中两个 你一定成功 我没见过 不成功的 OK 任何两个 好 我们回来 现在我来问问看 有没有人愿意 挑战上来分享 要变成成功的人 我已经动自己 小置一里了 如希 你再带个头 第一个 为什么不要碰政治 因为政治 如果大家 就是 因为政治观点不一样 那形成对立的面来讲 那以后 你想要跟人家 事业合作就很难了 那就完蛋了 就是刚刚我讲的 直销是不是 什么样的人都有 是 什么样的政治信仰人都有 是的 那如果你在直销团队里面 你一提起讲政治 会造成什么结果 马上站在对立里面 对 那你做成领袖 那你整天搞这事情 搞不完 是的 对不对 好 第二个 为什么也不要触碰宗教信仰 谁来发言 谁来讲 我来讲 我是Tracy 我本身没有宗教信仰 但是我尊重所有有信仰的人 不要讲宗教信仰 这个是 长久以来宗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歧的一点 甚至于像宗教的话 家里没父母 没姐妹 大家都成为仇人 都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直销的话 你讲到宗教如果不同宗教信仰的话 真的是分家产 吵架 封链 儿子不赢娘 娘不赢女儿 多的是我告诉你 对的 对的 所以这个就会制造很大的这种额外的矛盾 那我们做直销 因为不管信仰什么 你要不要健康的身体 对 你要不要美丽 你要不要赚钱 因为你赚了钱才会去口内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讲 而且因为我们是千人进来的时候 你也不参加宗教信仰 也没有宽来方式 你要信使某一个才能参加我们团队 是没有的呀 所以团队里面不同政治背景 不同宗教信仰 各种各样的都有 这一块是雷区 不要谈 不要讲 也不要允许团队里任何人讲这个事情 我们只讲健康 人都需要健康 对对对 但是不是那种 对 如果你有事 这不可以到教会啊 哪里里面去多做一点义工啊 对不对 非但你出力还可以出钱啊 是不是 所以我不要去谈这个 不要去碰这个雷区 作为领袖必须了解的 好第三个 卢西拜托读一下 为什么千万不要八卦伙伴之间的私事 来谁来回答这个 我来我来 我来回答大师 是Prisilla 这个是我们美国最重要的一个 protect对方的privacy respect对方的privacy 就是尊重别人嘛 是 人家每个人都有背后的故事 不一定喜欢各年分享 跟直相有什么关系的 那 特别注意这个 那一个 纯一个就变成八卦 就影响到整个团队的文化了吧 那那你讲人家 人家不喜欢你讲 那人家也不喜欢来参与你这个团队了 一个一个就离开了 对而且团队团队之间就不会融合 就没有办法融洽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一个team 如果你搞在这种事情里面就完蛋 所以我们不要传 不要听 不要去 怎么讲 而且呢 要如果有这种事情出来 你要制止 我不要听这件事情 别在这里讲 OK 所以团队跟团队之间 你必须要非常非常 这个明白 这这些 我们作为领导 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谢谢Pose 那这个Lucy 来 第四条 Lucy在吗 我刚才把我的声音尽音了 为什么自己的问题 只能向上抱怨 为什么 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我来回答 我是老孟 你好 老孟你好 如果你的问题要向下抱怨的话 整个你的团队就一个消极的状况 可能在你在经营的过程之中 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 或者你碰到这样那样的挫折 如果你把这种消极的因素 整个在团队传播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你团队的所有的下限 这个直播是一个跟着上线走的一个事业 所以说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现在有什么问题 我都直接去找Lucy去抱怨 对 你对她来讲 你是她下线 所以你怎么抱怨 她不是安慰你 对不对 对 我怎么抱怨她都会安慰我 但是我绝不在想 这是Lucy当时在我们小团队培训的 作为领袖你必须懂这一点 而且就这样 如果你往下抱怨的话 因为第一个动摇信心的 如果我私下线 我就想 我这上线她自己都坐得这么远 那我还跟她坐 那我还坐着这些 她都信心动摇 对不对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这个痛点 因为人与人之间 特别女生跟女生之间 特别喜欢闹家常 有的时候呢 我不讲男生也有了 OK 不能讲 我非常注意讲话 但是我今天生日 讲错话大家原谅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非常注意 因为有的时候 你在跟人聊的时候 可能这个人是你下线 那他在聊的时候 你聊出波缘的问题 那这个 人家就会在心理上 他表面上可能不一定 不一定你感觉什么 但是心里面就会造成他的阴影 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件事情 如果你任何不容易 任何低谷 任何团队里面的问题 解决不了 或人觉得心烦 你应该跟上线去暴力 OK 好 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第五条 那个Lucy 为什么不能给下线伙伴 看你的组织图 好 这个你来回答 算死领袖 因为人是常情了 那你拿你的下线 你的主制度 给你的下线伙伴看的时候 当他人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那他觉得你偏重音的一边 或者是没有偏重他这边来讲 人心里都会不平衡了 对 会造成完全不必要的困难 这点切记切记 OK 曾经我在刚刚开始做的时候 在德州的时候 那时候 因为有偶然机会 我是知道不能看 但是我给了下线看 就是因为某一个原因 我这原因不好讲 但是呢 我觉得没什么 我觉得他当时也蛮好的 我觉得他也是蛮积极向上的一个 一个正能量的一个女生 但是看了以后 他从此不做了 他已经快做到红宝石了 OK 后来我找了半天 我把他找出来 我问他到底什么原因 他提起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我蛮痛的一个教训 所以从此我不会给我下线看 我任何的 OK 所以这个 必须大家知道 那个作为你将来 不管你现在是小领导大领导 或者你现在下线没有下线 我今天 今天有多少人 如今现在有多少人在现场 现在152位 有158 158 哇 哇 OK 再出整个 OK 那个 也就是讲的 你将来只要坚持做下去 你总会变成领导 你总会一个两个三个三个四个八个九个四个慢慢会做起来 OK 上个礼拜六培训的人 有没有参加培训的人知道为什么直销可以做很久很久 有没有出来回答一下 为什么直销是可以真正做有刹那这样的直销公司 是真正有可能做到永批收入的 谁出来回答一下 线上线上谁回来回答一下 上次大师讲了这个问题 有礼拜六有参加的 没有参加的不用 有参加的 大师列举了好几个就是最早的就是发展的公司 那么就是有商大公司 它作为就是一个年轻的 那么发展的就是对于产品的优化 幅方化像这种就是说各种优势的因素放在一起的 所以它可以相约 已经有六七十年的这个发展历史的公司一样 会发展的很好 发展的很长久 对我举了最最早的历史的公司是Avon嘛 亚方嘛 对不对 然后呢Shake Lee 然后呢 那个安利 然后像像那个卢星 像那个康宝来 这些公司都比有商大老 而且现在都还在经营 所以有商大是属于正规经营 有自己研发能力的 而且唯一制要标准的 而且唯一一个做双轨制的公司是最年轻的 所以呢也就是这样 有商大完全有可能 再做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 还是别啊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公司 你在里面作为一份子 如果你坚持下来 你跟着团队走 跟着领袖走 然后跟着公司节奏走 你的所有花下去的时间精力 你一定不会浪费 有商大可以传三代 大家知道了 OK 还有呢 你早晚会是个领袖 你只要讲 就一定会有人牵进来 那个谁啊 那个老孟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好那Lucy来 下一条 为什么不要为了一点恩怨 就放弃整个事业 这什么意思 有谁来答 大师我来吧 我Snow Snow你好 欢迎 你好大师 生日快乐 谢谢 实际上也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一点个人恩怨 就放弃整个事业 一个是不明智 然后更是一个不理智 因为这个有三代事业是本身自己的生意 不是给别人做工 别人也不是给你打工 所以这点呢 你如果一点恩怨的话 如果解决不了 没关系 你还是 你的左边右边还是你的团队 所以说 没有必要 也没有原因 你去放弃整个事业 因为刚才大师提到了 有三代公司是个长久规划的一个公司 产品又好 是可以一辈子做下去的 为一点小小的恩怨 放弃你的 已经打下来的基础 实在可惜 也不明智 但是我经常看到 我在做有三代十五年里面 见过太多的 他说我争一口气 我不做他下线 我不让他赚钱 我不做了 我不做有三代了 我不让我这个上海人赚钱 我讨厌他 因为丹利是上海人 又比我早参加 又这么会讲 然后他脾气不好 整天骂人 我不做了 可不可以啊 他很真气哦 大师真碰到过这种情况 哎呀 不计其数 所以为什么讲 作为一个领袖 我跟你讲 我这是学的教训买来的 你要圆融啊 有的时候 在做直销里面 一句话不经意的话 也得罪人了 我跟你不知道 人家怎么想的 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所以我经常讲 在有上当里面 要做直销里面 人际关系 你要非常小心的处理 OK 不是说是 很多人啊 但是就是有经常会碰到一些这种Case 有的不是我直接碰到我 我是拿我自己开玩笑的 有的是下面团队之间 OK 那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等会我会讲 OK 就是这个 我讲到这里 罗西 读一下 好 忍一时风平浪静 各位直销领袖啊 你要会忍 你知道忍是怎么写 中国字很有意思 是心之上没把刀啊 而且一点什么叫刀刃 你把刀刃坐在你的心上 你要不要忍啊 直销领袖学会忍一时风明浪静啊 为什么不是退一步海国天空 为什么做直销是进一步海国天空 往前走啊 No 我卖个关子 等会再回来一下 我先把这个讲 OK 好来 对 也就是这样 你 我 千万不要 因为雙鬼子 你不是只有这一个上限 你上限还要上限 你上限还要上限 你总会找到个愿意帮你的吧 对不对 也不是所有人都自私的 那另外呢 就算没人帮你 老实讲 难道自学不能成才吗 因为有商量基本上你 要用的东西 因为我们团队 至少我们在培训的时候 我们是靠什么 很多人讲做有商量 做直销要口才好 要会讲 要能变善道的 我认为不需要 你做有商量 你最厉害的就要会翻书 就丢证据 对不对 那个Snow 我们有商量有哪些证据可以丢 你说这个放弃整个事业 不是 我说有商量是不需要 就是这样 真的上下来帮你 太多的证据 你也不用 你也不需要 特别这个能源善道的 我讲 我讲的是真的 自力自强 是 对不对 等一下 这个不是这个 我问你 你要讲有商量华智博士 这个资料有商量有没有 在网站上 有 介绍华智博士应景 我们网站上有没有 所有这些得奖 有商量有没有注册 有没有 NASF NASF USP 华智博士签字 在我们网站找不找得到 有 Snow回答我 不要把它关掉 我再跟你讲 嗯 有 OK 好 来 这个杂志 我们找不找得到 找得到公开的信息 这些运动员在拥有商量 我们有没有 有 我们需要上线吗 我们需要 变财无碍吗 拿这个资料 跟人家讲好了 全级运动员 对不对 4000个以上的运动员 精英运动员 你需要口猜好吗 100万的运动员保险计划 对不对 英国王室在用 然后华智博士签字 签字什么意思 你需要上线帮忙吗 怎么解释这个 这个 你需要 你真的需要变财无碍吗 不行 对不对 所以 你今天已经加入 有商量了 你不管怎么样 你哪怕讨厌 你的上线也好 但是我问你 Snow 你 可不可能 把你弄成两半 一半在你上线左边 一半在你上线右边 不可能 那你只能在上线一边 对不对 是的 那我Dennis在你下面 哪怕给你 几十万分 你另外一边不努力 你有钱吗 没有 那就好了嘛 你往下看就好了 你看好自己团队 你不要管上线 你这个一半的分数 你就到贡献给他 领你进门了嘛 跟你上结缘就好了嘛 到此位置了嘛 OK 所以这个大家必须搞清楚啊 因为等会我会讲这个 我先提前给你们看一下 就 怎么叫换位思考 怎么在上线 在放新会员的时候 应该放在哪个两边 然后你要怎么想 换位置想 就上线要想 在下线 是怎么思考的 才面对这个警醒 下线要怎么考虑 体验 体会到上线 应该怎么做的 里面有好几种情况 OK 等会我给大家分析 如果有时间够的话 没有 我就结束了 你们以后再找机会吧 那这个千万不要 为了一点小小的事情 情绪 就真的不干 这是最糟糕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不干 你会关上了一座新门 这个新门呢 是你作为一个普通人 你唯一能够翻身自负的通道 你把这个门关掉了 因为以后再有人跟你讲直销 你已经受伤害了 在很多情况下 你讲 哎呀 不要再搞我了 我不做直销了 直销给我的印象太坏了 直销不适合我 你把这个门关上以后 你作为一个普通人 你真的想实现梦想 你真的就是 从此没有门了 OK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Luci 下一个 下一题 走一下 为什么 作为直销事业领袖 说话要特别小心 OK 这个实际上我已经讲过了 就是 你真的说话要特别小心 因为他不是说是 你能随便讲 OK 这个因为 最主要就是 什么样的人都有 你真的不要 因为一句话 得罪了一个人 可能他是未来的 Dennis 可能他是未来的 Luci 可能他是未来的 Tier 千万不要 OK 等会我给你解释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最后一个 为什么领袖 必须永远正能量 这个Tier来讲 Tier 为什么领袖 必须永远正能量 因为 我们的态度跟精神 会影响到每个会员的 的动力 对 因为 因为你 人家都多数 对新人来说 或者团队伙伴来说 他们要充电到哪里充电 跑来跟张成充电 你不能买一个假决 他们到哪里充电 就当地领袖这里来充电 对不对 如果你自己能量不足 你怎么带得起 不管小团队大团队 那你所谓能量足 你就什么事情都必须正能量 哪怕你下线再负能量 你要以正能量来化解 跟它平衡 对不对 所以 自己必须搞定自己 你自己必须有正能量 但是你没有关系 如果你万一能量不足的话 你可以找哪里充电 上线 对 这必须要学会 那如果这个上线自私不回答你 不给你充电 你就越激发就往上 OK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 处理的方法 所以大家在这一块 这些问题 希望大家能明白 OK 因为将来你们在团队的过程上 都会碰到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关键的 如果你自己能够运用自如 能够掌握的话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来 我们碰到这种人怎么办 我们来举举例子 那个Lucy来 一个来 当有人发现 你有太多的希望 期待和依靠在他身上的时候 好 停下来 什么意思 因为 当你有太多的 期待希望啊 你要靠着别人的时候啊 那对方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 不是反应 要解释 什么叫做太多的希望 跟期待依靠在你身上 这个上 他就是 就是 他觉得你这个上线 是有很多期望 就是你做了我就发财了 你做了 我就搞定了 你做了 这个 我可以找到很多人 是这个意思 那你讲什么意思 你当作为一个领袖 你对你的下线 有过多的希望 期待 依赖的时候 依赖的时候 OK 这个时候呢 这个人呢 就会表现出 下面读呢 OK 我是成功人士 我有的是钱 但你想让我加入你 你的组织 利用我来帮你赚钱 你将 我定是你的大将 停下 这是一种人 OK 这是一种人 你别想让我来帮你赚钱 因为 因为人都有逆反心理 特别在直销里面 他本身就带了什么 我再帮你抬轿子 我下线就是 你就是来赚我钱的 你就是 你就是这个直销的这种老套 OK 所以呢 这种人有没有 有 下面另外一种人 来接着读 我将来一定是你的大将 但现在加入 请你帮我买单订货 而且要 有没有种人 我叫欢家 OK 这又是一种 来 下面一个 加入以后 先帮我找 做成白金领行员 也要帮我买单 有没有做 有的 对 还要帮他买单 OK 为什么他会 因为做白金领行员 你一加入以后 你跟他讲 白金领行员 要找四个人 要一次性 一千六百点 那他会认为 这个是谁 要不要把这个 OK 关掉 OK 那也就是讲了 他认为 你要求帮他 他帮你冲业绩 OK 一千六百分 在新加入营业来说 他觉得是 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你要 要碰到这种人 你要知道怎么解决 OK 所以 再下一个 来 要把我放在哪一边 由我来选 你没碰过 把你的团队 对啊 把你的团队组织 偷来看看 我要放哪一边 固然的话 怎么样 我就不干 是不是破围 对中央人 因为他就拿了你嘛 因为他发现 你对他有期望 你对他有期待 你要靠他的时候 他就来劲了 我是直销大老鹰 我是成功人士 我有钱 我不靠你 OK 好 跟我讲条件 看看丹利是怎么说 在直销事业中 有人马上 就做 有人想 有人要等 有人要讲条件 又如何呢 下一个 这就是我的回答 就是直销当中的三个W Some wait Some wondering Some waiting to do it So what Next OK 这就是直销里面的三个W 大家必须记住 一个W叫wait 就是等待 Some wondering 就是在想象 我想象我要不要做 扭来扭去 有的人willing to do it 就是我想要马上去做 不管你想象 不管你在等待 还是你马上要做 对我来说 无动于衷 下一个 要做我们就合作来做 OK 你不要拿这套来压我 你什么成功人士啊 我是直销大老鹰啊 你只要参加一家新的直销公司 新的团队 新的文化 你就不是大老鹰 从零开始 OK 所以对我来说 你做别的直销做过 再到我的团队来的话 我反而不这么喜欢 因为他有很多坏习惯 我没办法领导他 一会儿要complain啊 别的团队啊 整天搞团企是在一起吃吃喝喝的 你为什么没有啊 别的团队 你都每天是大会小会的 你为什么不开会啊 别的领袖都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把你以前做直销的坏习惯 全部扔掉 重新开始 反而我比较喜欢 从来没做过 OK 希望大家以后 如果碰到这种事情 你可以有这个 有这个 就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想要我做啊 那下线就趁机提出来了 来 第一个念 替我放人 替货 我请客 小狗撒尿 知道小狗撒尿什么意思吗 小狗撒尿就是说 你也没遛过狗 你绿狗出去是不是 隔走几步路撒尿 八占第七 对啊 他就讲啊 这个人是我的朋友 你不要去讲啊 你讲了也是我的人 又指那个人 啊也是我的朋友 你不要去讲啊 你团队的人也不要去碰啊 他自己又不讲 这个人就是我的人 啊你讲了以后 我跟你拼命 我讲你抢人 这个叫小狗撒尿 懂不懂 OK好 我跟你讲 今天我生日 随便讲话 OK 你们听得听懂 就听懂最好 OK 然后什么 送我资料 好像我是欠你的 OK 我是你的秘书 对 我是应该送你资料 但是 如果你拿着我 那对不起 帮我什么 帮我两边放人 这什么 你赚我的钱 你赚我的钱 所以你应该请我客 OK 然后呢 放我在大边 OK 有的人是别的公司 那里过来的 像像在美某公司啊 在姐某公司啊 因为他有那个 两边必须是帮谁一个人 如果是这种公司里面 两边必须是帮谁一个人 他是不是一定有大象腿 是的 那有大象腿的话 如果是我的话 我懂直销的话 我一定让他放在我大象腿上 因为大象腿上 上面每一个人都丢一个人给我 那我就可以 相对的样借到力 所以这个 这个是别的直销公司 他们对那个 双轨式的理解 所以我很痛恨这一点 OK 所以我特别把它贴在下巴上 OK 十点降生 什么叫十点降生 就是他来指挥你上线 上线 你应该这样做 你应该这样帮我 你应该这样做 OK 那你该怎么办 Rucie 不是你也不敢 OK 蛮有意思的问题 今天不讲这个 我们先直接讲这个 什么叫坏位思考 Rucie 我问你 这个绿色的是你自己是帮社的一个人 嗯 好 现在呢 你一边 这边是小边 只有600分 嗯 一边呢 是大边 这边 姐姐就讲 这边是这个讲 这个你就讲我好了 我在你 我在你 这边 我两边有在做 好 那两边我有在做的时候呢 我还在跟你讲 哎 萨先生你要帮我拿 你要放人啊 那你可不可能把这个人放到我下面去 还是你必须把人放在这里 嗯 那必须放在那边 对 你当然可以放那边去 但是人之常情 你肯定往自己的小边放啊 因为你得先平衡你自己 你记住我 我一直讲的 先救自己再救别人 好 我问你关键在哪里 直销 如果你是一个 什么都不是的人 你做了两年 你就做成黄金董事了 一个博士厚厚厚的人 一个是长城镇大学毕业的 在某一个行业里面是翘楚的人 他做了两年什么都不是 当有人邀请上台讲课的时候 猜猜看 哪一边听客人会比较多 去听黄金的那边比较多 因为直销是真正的一个行业 他不认出声的 就是真正以成败论英雄的地方 大家如果能够听懂我讲什么 就听懂 他没有先决条件的 就是草莽英雄 是真正你可以体会到 成者王败者扣的地方 对公司实际上也是一样 如果今天你有业绩 你是某某领袖 你是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捧着你上天 所以做就变得很重要 做就靠每个人的能力 而且你带团队是靠榜样来带 你没有办法靠命令谁来做 做不做也上哪 所以你自己救到自己 自己上了聘界 自己上了赚到钱 你再展示给人家看 就讲 我要不要跟Dennis做做看 他倒是做成了 看下这事情也搞 如果我做了半天 什么都不是 我靠什么有影响力 并且花钱买几张大支票 来展示给人家看 为什么 世俗里面多数不懂直销的人 他就问你 你做了多久了 你赚了多少钱了 你现在什么位置了 这个是不是 卢西经常听到的 是的 那也就是讲 多数人可以拿着三样东西 来忽悠人 但是这个听起来是忽悠 但你真正在带团队的时候 带团队的时候 是不是每个下线 都是看着你 你上线有没有进步 你上线有没有上台阶 你上线有没有 真正能够有个成功的样子 是不是呢 是的 所以 应该是先什么 就自己 对 OK 好了 也就是讲呢 如果这张图 你自己看 也就是讲 今天如果我是你的上线 你这个 这个是你 蓝色的这个是你 是卢西 OK 你是我很好的把底 你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太喜欢跟你聊天了 你无良太默契了 真的是很好 但是 如果我有这个人 我会因为我跟你很好 和有默契 往这边放吗 不会 对不对 但是这个人 比方这个人 让我看下面 但是这个人 比方说这个人 我很讨厌他 他讲话的强调 我也不喜欢 走路的样子 也不喜欢 他的这个 这个 很 很讨厌的样子 OK 很 反正是看不惯你 对了 那如果为了 我要平衡两边 我要不要放在下面 一定会的 所以 不要 这什么字 不要要求上线替你放人 我放人 对不对 而且 作为上线 如果你答应 就让你答应这个人 然后你说 我帮你放人 你只要答应了这个人 你认为 没有第二人会知道吗 天下也不透的 封的墙吗 没有 那 这个话一传出去以后 那这个人来找你 你要不要给他放 也要 这个人在找你 你要不要给他放 要 如果你让下线 有选择来威胁你的话 你就进入了一个 万劫不复的深渊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讲 要公平啊 你凭什么跟他放 不跟我放啊 你怎么知道我做不起来啊 你既然能帮他放 你也帮我放啊 那你要怎么办 那就没办法做了 可不可以这样做 不可以 大家切记 OK 所以呢 这个每个人必须知道 这其中道理 不管你是人家下线 你要知道这道理 你知道 你说人家上线 你也知道这道理 OK 好 那有的人就讲了 哎 好 等你 够你狠 你狠 啊 我暂时不做 可不可以 我就等到 我变你小编 你一定给我放人了吧 OK Lucy 会有这种人的 会有这种想法 是会啊 我就不这样的人啊 我不做啊 我等啊 我知道双鬼子 你没地方放啊 你找我往这边放人吧 等到我变你小编了 我希望 我希望Lucy在你另外一边 那Lucy做大了以后 你有人自然就往这边放啊 那我等啊 可不可以 你既然狠 我比你狠狠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 来把上面这句话再读一遍 因为有人发现 你有太多的希望 期待和依靠 在他身上 为什么 他了解这个了 他融会灌通了 他搞懂了 哈哈 你原来是在搞这个把戏 行 来 OK好 那如果我暂时不做 我要等的话 会出现什么情况 注意看啊 也就是讲 如果 这个A在那里等的话 不然这样讲 这A在那里等的话 那你不知道 在这条线上面 就是上面这个紫色的人 包括这个男生 会不会有一个人不想等啊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非常可能 那这个人不想等了 他开始自己造人 那也就是讲 这边再加这边 对上线来说 也是变成大边的时候 这个张跟王上线 还会是放在哪里 断变 那那你就变成 什么意思啊 那你就变成 怎么回事 那你就变成 怎么讲 过了这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情况 也就是当时我在做的时候 他离我很近很近 我们可以一起打拼 我们可以做ABC法则 我可以帮他 但是他不要 他等了 他不做 那不做 OK 来了 下面这句是什么 进一步海阔天空 最近 这个人不做的时候 我就开始是 下来 找 这些人 我就不管他了 我在培养另外一个村 我不是等他 我是往前跨一步 还有 这里面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希望大家能听懂 在直销里面 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而是进一步海阔天空 我见过很多case 我见过很多case 就是 下线与下 下线之间搞不好 他们之间搞不好的时候呢 我不是说在后面 让他们自己去 弄酱料 我就直接下去 跟下 这个下线的下线讲 我说你跟他搞不好 你不要放弃 我直接来带你 你不要跟你上线 你怎么样 你都是有一个上线的 你不可能石头里面蹦出来 那不管怎么样 我是你上线 我直接带你 这里面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 是不是暂时解决了 这个人 跟上线之间的矛盾 第二个 是不是把这个人安定下来 对不对 还有更重要的是 什么 今天我要揭开这个秘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 卢西猜猜猜看 我线上能猜猜猜看 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两个 能够暂时解决 上下线之间的冲突 能够把这个人稳定下来 不要让他轻易放弃 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 因为因为他都是你团队里边的 他也是奉献点数给你的 就是你永续收入的来源 对不对 那你刚刚讲的没有切主题 但是 T2有讲对十分之一 你再发展一下 更重要还有一个什么 我是已经因为我懂得 这个处理这个关系 我从前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 怎么讲 不能讲好处 这个不能讲好处的行为 就是这样 能够把团队继续带下去 而且做大的一个 而且做成永续收入 你刚刚讲对了 但是这永续收入不是讲产品 或者讲团队强大做成的永续收入 是 其实 他真正体会到的团队的力量 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大老鹰 其实我认为 因为反正是两个人在争吵 就是说他们好不来 你把两双面都各级的来代理 来带领 也是继续地帮助两个团队 发展下去 这个 这个 这个最关键的就是 体会了双轨制 与太阳是 矩阵是 所有制度的 不同的地方 第一的直销 双轨制的 核心的地方 真正的双轨制 不是非法 对 那当然 不是讲真正的 OK啊 谢谢大师发言 我把这个 把谜底揭晓 因为为什么我受到很多这方面的 我学会这一点的话 进一步还过天空 是我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我才把它总结出来 是因为如果这个人下去 我直接带他的话 那他的上线 跟我也搞得很好 他就跟他下线搞不好 或者下线跟他上线搞不好 那我一次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我把他们安定下来 第二个我能够解决他们上下线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我直接去带他的话 我在这条线上就变成有两个 跟我非常亲近的团队伙伴 虽然他们之间 不 不这个 不和谐 但是都跟我很和谐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问你们 在一条腿上 有一个强的人在做 还是两个强的人同时在做 而且跟你很亲 因为你直接带他 哪个对我们更有利 一定是两个强的在这 好 两个强 如系 总结一下 刚刚三点 哪三个好处 一个是可以 你直接跳下去带的话 可以解决 就是上下线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 第二一个 就是你跟两个人的关系 都能够搞好 也能够同时带动这两个人 一起来做 对 所以在直销里面 你听到最笨最笨的 就是在游商场里面 最笨最笨的领袖 如果你去找他的时候 他跟你讲 啊 Lucy啊 你已经超过五千点了 你去找你自己的上线 还没到五千点 他会帮你 你不要来找我了 我还去忙我自己的 我跟你讲 我听过不少上线 真这么讲 你说前些人最傻的 所谓的上线就中人了 你认为五千点真的满了吗 你认为五千点 可以够你吃一辈子吗 对不对 所以 也就是讲 今天你要了解商轨制 你要了解他这种制度 我问Lucy Lucy 你问芝加哥团队 你多少钻石的黄金董事 现在我想整个芝加哥 应该有 应该有 七十多钻石 那你 要找我帮忙 我也没在帮 有没有在帮 我在帮啊 那我要不要学什么 五千点了 不要找我 OK 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我为人认为我的生意 你每一个团队 每一条腿做的够深 你这个井挖的够深 他的 他的这个 后人引用 或者自己将来引用 就会越 水源就很丰富嘛 所以这个 这个不是一个自私的行业 是一个共享盛举的行业 所以你 往前进一步 去带下面的人 进一步去解决这个问题 在直销里面 跟传统航运不一样 是进一步海阔天空 给你带来的好处 我敢保证 你们不管是在直销哪里做过也好 再有经验也好 我告诉你 没有听过你讲过这个 好 好 我们来讨论一个比较大的事情 上个礼拜有带到 但是我没怎么怎么讲 让我看先讲哪一个 因为现在只有 现在还有多久 还有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讲哪个比较重要 我们来问你 一个是那个 Lucy来 来 来读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写这个题目 你肯定猜不出来 是因为我听了一堂课以后 我自己给自己出了一个题目 这堂课 我是在纳斯利加斯汀 是一个叫林志源老师 在上面讲的 他认为格局比心态重要 我先把这问题提出来 在线上的人 要不要讨论一下 做直销到底心态重要 还是格局重要 我告诉你 我的意见是反对的 格局只占30% 心态占到70% 格局跟现在来比 远远不那么重要 因为格局是随着你的进阶 你慢慢养大的 心态是可以让你坚持下来 我问 包括我自己 我可以问现场所有的领袖 你刚开始做的时候 你就这么大的格局 你真的懵心自问 我就可以做到心心转转吗 我还赚几百万一年吗 还是慢慢培养出来的 我上到一个台阶 我变黄金董事了 好像我有这个能力 等我一下一做 一样我红宝石了 我格局就大点了 我就开始 我再多做两条线 我不是去钻石了吗 等到我上到钻石以后 我还可以竞争 我变心转 所以也就是格局 是一步一步 你坚持好的心态 才会养成大的格局 不要来讲空的 这都属于既定大师讲的话 我别的很尊敬林志源老师 但是林志源讲的格局 比心态重要 在做直销里面 对不起 我不同意 坚决不同意 如果线上有人有反对 就我们跟出来讨论 OK 我最后留点时间 给大家提问题 所以这个是 我大概讲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呢 可以我们来讨论 OK 这不是不能讨论 OK 你可能认为格局更重要 那把你的理论讲说 OK 我们如果讲 对我们去接受 OK 我今天主要是讲这个 因为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大团队 小团队的领袖 你无时无刻 必须要知道 就是讲 怎么来 怎么来发展 跟维护 我们自己的团队 然后成立 从小的慢慢做大 OK 好 那这个 Lucy 来 面对剧烈竞争的局面 作为团队领袖 我们应该如何做 我们现在竞争对手多不多 多 是不是 OK 那个现在各种各样 直销公司 像雨后春水一样 因为当初我发这个图的时候 那很多人看不懂 东西在画什么 鬼话符 OK 这个 这个我刻意把它画成这个样子 这是不是有点像 这个在 以前呢 就是打仗的时候 那个 挂在参谋总长的 这个战略 那个 室里面的大地图 哈哈哈哈 我给你 第一个我们要面对的 是吗 心同故事 好那我们要怎么化解这个 您问我吗 对 OK 现在必须新专领袖出来回答 才可以 开玩笑 开玩笑 因为今天知道是你来指示会 所以我们找不到别人 所以你上当了 你被我逮住了 对了 那面对亲朋误解来讲 我们从正面的方向去思维 因为他们是为了我们好 他们是怕我们被上当受偏见了 他们其实是在我们的角度 他们是爱我们 他们是想保护我们 OK 这很好 就是这样 而且你要跟他讲 既然你这么关心我 我能把我所知道的东西 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然后你听完以后 你再给我一个正确的解释 对不对 我们可以讨论 所以这个要化解 OK 哪怕他 就怎么讲 他只要不反对 已经已经成功了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 红色的先讲清楚 你怎么来抵抗 我这里画个大差 这个敌对势力 让我们团队来 拉人 抢人 讲有三段坏话 你怎么来 把它阻止住 不让他们攻进来 就像我为什么 一圈蓝的 一圈红的 也就像蓝的是我们 红的是那些不利的影响 包围着我们 所以有一些厉害的 敌对势力 他要penetrate 他要 炸破我们的城门 炸毁我们的城墙 要进来 来跟我们的团队导弹 包括我们自己 那我们面对这个敌对势力 我们要做好 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我们要什么方法 当然是 培训好团队 我们稳固好 他们的 这个 团队的士气 让大家 就像大使讲的 像定海神针 五大黄金法 教大家怎么来 稳定好团队 我跟你讲 跟线上所有人讲 我跟卢西没有队伍 今天是临时的 所以卢西回答得非常好 OK 五大方一把的 就是讲公司 讲产品 讲公司的优越性 独特性 讲产品的优越性 独特性 不可替代性 讲制度的 这个 最佳性 OK 公平简单合理 然后呢 只有这样 你才能巩固 团队 我们把这防火箱 住起来 OK 还有呢 要干嘛 一颗挖虫 对 那这个虫 有很多种 就是我们讲 面对敌敌势力的诱惑 哎呀 有沙拉的产品 比我们好啊 哎呀 有沙拉 怎么这么大颗粒 我吞都吞不下去啊 那个 人家是 是 esentronic的啊 人家 人家是旧事类的 人家是果冻型的 人家是抹在皮肤上 就能受益的 有沙拉这个太老土了啦 有沙拉公司 傻子在华智博士 他人家现在都是 做网络经销 根本不要投资做实业 谁做实业 谁是笨蛋 这么多的钱投在里面 我们有钱 就可以买最好的科技 最好的产品 哪像有沙拉这么笨啊 你干嘛还做有沙拉 有沙拉的制度 落伍了 我们的制度 又是双轨制 又可以结合太阳市 又可以接纳 矩阵市 我们是最棒的 你要怎么去解释 所以这些虫 这里不多讲 所以这些虫 你必须在平时 你在带团队的时候 你自己先要搞定 你自己先要学会 把这些虫挖掉 你才能跟团队一起 建立这个防火墙 OK 所以呢 你要感受危机 所以不要觉得好像没事 OK 实际上这个团队 就是我们的职业 每一分一毫 都在 都是我们精心在维护的 我们不能随随便便 我们把 我一再讲 我反复讲这个事情 可能你们以前听过无所次 我问你 Lucy 我们要 认识一个人 就是要 要开始 建立信用关系 很容易吗 还是不容易 不容易 好 那如果建立信用关系以后 他肯被你约来 听你讲 有刹那 容易吗 不容易 听完以后 他答应 参加有刹那 试试看 或者要来做 容易吗 不容易 三个不容易 那你愿意轻易 把一个人 就这样放弃掉吗 不愿意 那我们就要 时刻 时时刻刻的 来 维护好我们自己团队 OK 因为这是 时刻刻都在发生的事情 一会儿一个新公司了 你赶快进来卡位 一会儿进来 我们的科技要比有上下新 我们是最高科技 什么什么 所以你自己 需要搞定自己 要帮助团队 OK 好 那 什么叫面对现实 面对现实 就是面对当今客观的环境 对 就是你不能做梦 有一天 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精神病遗产了 有一天 我中乐透奖了 有一天 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再来怎么样怎么样 千万不要作目 脚踏实地 你自己要脚踏实地 而且要带来整个团队 脚踏实地 OK 那什么叫知己知彼 也就是当你一个 敌对势力 或者竞争对手 来进攻的时候 你要知道 对方是什么回事 那Snow 我教过你很多次了 Snow把那个 打开来 如果你要了解敌对司令 你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先了解对方 怎么了解 有什么手段去了解 通过很多方式 亲自套他的官网去 如果他官网上的信息 第一个 需要上他的官网 第一个 第一个要上他的官网 对方竞争对手的官网 为什么 因为这是很直接的最官方的资料 这样我们就知道 这个官网和他这个人 跟你告诉你的资料 是否是符合的 如果符合的话 那可能他说的真的是真的 我们也要去认真地去了解一下 如果不是 我最近也不能说是较量的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说他这个什么 他这个code是经过批准了 后来我就到官网上 那个FDA G G 看到了 根本就不是 然后他就不对话了 所以说他就退出去了 不再跟你争论这一点 他不敢面对 他是忽悠 他忽悠了 对 为什么 我去解释一下 我问了Snow 因为 我解释一下 因为直接上对方的官网 因为 特别是英文在美国的公司 如果是官网的话 他不敢吹牛的 因为他吹牛就是要被告 他不敢 所以 他 甚至于这家公司的中文的官网 你都不能去相信 我一定要看英文的官网 如果线上的朋友不懂英文的话 如果你碰到竞争对手的话 你可以拜托 懂英文的人帮你看一下 他说 他们是GMP的 是不是真的 他说 他是这个 评比 第一的 在哪里评比 OK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去查证 OK 因为中文 翻成中文的 哪怕是他官网 他都会逃避法律走任 因为一旦你告他的时候 哎呀 中文字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翻成外文以后 他有很多种解释 他说这个翻出来 我们当时不明白这个意思 我们讲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实际上是讲这个意思 他可以狡辩 但是如果是在美国的 这公司的Hackle 是在美国 他的官网一定是英文 主网页 他主网页是 所以往往我们发现 这些新出来的 这些所谓忽悠的公司 你一定能拿他的英文官网 拿出来 一看你就知道 这个在 来拉我们的人 或者来跟我们 师徒跟我们交手 讲的都是虚假 OK 所以呢 也就叫一旦你 一旦你这个 了解这些东西以后 那你要去跟他杀 什么叫松柱重渭 就是华山轮件 就像刚刚 那个Snow举的例子 非常好 就叫你一定要怎么样 你有理有据的 去跟他讲 他要把事实讲究 你把你官网打开来 我曾经经常是这样子的 你的公司不错 我们了解一下 来我们上Zone 然后我把他的官网打出来 我说你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你官网上哪一行 哪一条也提到 对不对 比方说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叫什么 凝胶公司 那凝胶公司 我就跟他上官网 我说官网 你说你的产品 是什么 是荷尔蒙 什么 这个 怎么样 你官网上有哪一句提到 没有 对不对 你官网上有哪一句提到 他抹在你身上 就会有 就会有 这种真奇的效果 没有 那是不是你在忽悠 如果今天 这都是你们这个产品的特点的话 像有刹那这样子 我们得了奖 我们拿了这个 这个认证 我们就把它登出来 在官网里面都可以找得到 现在你官网上 你讲的什么都找不到 那你告诉我 我到底要信你官网 还是信你 我碰过有无赖 他跟我讲 哎呀 这个英文的官网太落后了 我们公司没有人update 没有人update 所以我们 我们先讲的中文是最先进的 我差点没有一个 一个唾沫吐给他 如果你是老板 我当时还忍着气 我说如果你是老板 你手上有这么好的 这个认证 有这么好的条件 你不第一秒钟就贴出来 糟糕四人 你还藏着椰子 不讲话 所以呢 这个你要知道 你怎么去反杀回去 我们叫reverse record OK 还有呢 你要带领团队稳定 你的这个circle的话呢 你只要做出榜样 刚刚我讲过了 就你自己要上并位 你自己要能够做出榜样来 因为是靠榜样来带人 OK 那这个呢 是看不见的 无形的 这就是传统思维 OK 就是传统思维在直销里面 你必须认清楚 我问你 这个传统生意 是绝大部分是走进来的 还是走出去的 走进来的 你要做广告嘛 对不对 你要看到广告 你请周杰伦 请什么 你要看到 我是谁的 谁的fans 那我来买你东西 所以都是 多数都是走进来的 那我们做直销呢 我们没有广告 我们要主动去跟人家讲 我们有个产品 你要不要 你方这样讲 你要不要保健 那如果你是开传统行业商店的 你要不要出去跟人家讲 哎呀你到我们店里买东西啊 你将来会肚子饿的 你将来会没有营养的 你将来会怎么样 你赶快进来买啊 做传统行业 你这么干的吗 不是 你这么干的吗 嗯 不需要 对不对 你挂个招牌 找个明星 代言 你坐在里面 等人家进来买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很多人做直销 带来这种观念 你当时不要抗牌 那是谁的声音 OK 反正不小心 把那个话筒通开了 OK 所以呢 这个传统观念 一定要拿掉 这也是无形的 实际上他跟敌对势力 是在一个水平上面 亲朋的误解 比较容易化解 OK 你只要心态放好 好好跟家里人沟通 他怎么样都是你家里人 OK 他主要是爱你 怕你受别上当 那竞争对手呢 也比较好化解 我们手上有 鱼片铜龙剑是有伤了 比较难的 就面对人家来攻击我们 或者我们自己的传统思维 所以为什么把这两个红色的 放在一个平面上 因为他们是一样厉害 一个是有形的 一个是无形的 我们自己要搞明白 那怎么来把自己思维 调整到直销思维 其实你要调整心态 我刚刚一直讲心态心态 要搞定自己 然后呢 你必须要有明确的梦想 而且有这个梦想 你要知道我们的手段是什么 就是因为有Sana 直销这个平台 所以这也是所以搞定自己的 所有的东西在里面 OK 所以呢 也就是讲呢 希望我把今天 这个图 我是花了点时间 比较完整的跟大家讲清楚 你作为一个团队领袖 你应该知道 以后如果你是在带团队的时候 可以把我这张图做做参考 因为你去 没事就了解一下 我们团队到底现在哪里有问题 到底是团队 我是怎么巩固的 OK 我们团队 整个团队的心态怎么样 是不是每个人都搞定了自己 是不是每个人都做了梦想版 OK 你自己有没有做出榜样 OK 我们怎么去开闭市场 我们能杀出 所谓我们自己的天地 OK 所以你怎么去了解直销 去了解我们对手 他们在搞什么 他们是用什么东西在 扩展他们的地盘 所以这些东西 作为一个你经常要去思考的一个 一个纲领 我觉得 你时刻拿出来看看 对你绝对是有帮助的 OK OK 我们讲最后这一个 来 Lucy 下面 下面 下面对吧 下面 下面不要读了 上面刚刚读过了 必须不断坚持 复杂的事情 简单做 简单的事情 重复做 重复的事情 开心做 开心的事情 故事化的做 这实际上这个口诀呢 在直销里面 不管在哪个直销公司 都会传这个 但是我今天讲 深一层的道理 为什么复杂的事情 在做直销里面 要简单做 为什么 有没有谁上来发言一下 分享一下 因为 因为下面的人 要学会做 你太复杂 下面的人学不会 那没办法 没办法复制了 好 这个 Persela你讲得很好 因为今天培训的主题是什么 Persela读一下 如何尽可能地做完美的小 中和大团队的大领袖 OK 好 如果你要做领袖的话 你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 要扩大你的事业 要把你事业做大 你要做什么 就是你刚刚讲的 复制 那越简单是越有复制 对 所以呢 我们必须了解 你要把复杂的事情 一定要简单做 那包括 我们不要太了解 不需要太了解 有才能是什么 对不起 今天我胡说完了 如果你心脏不好 就心脏保啊 如果你眼睛不好 就眼保啊 你千万不要去了解 眼保里面是什么东西 哪个成分也是干什么的 那是华智博士跟科学家的事情 如果你不想炒华智博士 炒科学家鱿鱼的话 你就乖乖的给我做信息的传递者 你个人喜欢了解这些东西 是另外一回事 你可以在做直销外面去 有兴趣了解 OK 因为一讲到这些东西 除非你是专业的营养师 或专业的医生 那你可以讲 但是下一个人能不能复制 复制不能 OK 所以呢 怎么简单 产品也可以很简单讲 很简单做 OK 所以这个大家必须要考虑 为什么复杂的事情要简单做 作为一个未来的小领袖 中领袖 大领袖 你第一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复制 复制就是简单 OK 那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这就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人上来发言 什么意思 那个直销这个事情 讲有三代这个事情变成常代 那简单那个说 每天说 每天那个尽量去找人 尽量去学习 不断的这样子 不是尽量找人 尽量学习 你碰到每一个人都讲同样的话 我经常讲 我恨不得我把变成一个CD 因为以前的那个CD 那个机器上面有个repeat 就是重访件 我恨不得把自己变成了CD 那种啊有三代好啊 华智博士棒啊 华智博士月景是这个 每次都讲的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叫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那也就是讲呢 只有这样重复我再讲过了 所有的团队下线团队都能操作 当你重复做的时候 你会不会烦呢 会的有可能 对不对 怎么每次我都听呆利斯讲 都是重复的事 又是五大还云法则了 又是怎么样了 听来听去就这一套 我可以跟你讲你们不喜欢 每次可以讲不一样的东西啊 你也可以听得很精彩 那你能复制吗 对不对 所以我每次讲的时候 我是刻意的把它简单化 刻意的重复 让大家印象深刻 这个丹利斯怎么讲呢 他弩鼠佳珍 因为他听了好多遍 而且你看 我一直点你们叫你们发言 你们每次讲一遍讲一遍 你就印象深刻 以后就很容易就复制了 所以你们将来也要思考这个问题 怎么把你自己成功的地方 结合团队文化 把它成功的复制下去 我没有讲我一定是对的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尝出 或者每个人自己的特点 OK 比方说Persilla 你是loan officer 你就可以很多从计算这个loan方面 跟你遇到的事情 来跟人家讲啊 对不对 所以你不一定要到我的 就是你自己想一个 但是原则是什么 简单 对不对 我就问你很简单 现在不是发了很多钱吗 对 对不对 你认为这个钱发了以后 它不会收回去吗 慢慢从个人身上 所有的税啊 各种各方面的税收回来 对不对 或者拿笔薪变了贵嘛 对啊 贬值啊 对不对 对 那像这种事情 你跟人家讲 人家是不是很容易引起共鸣 很有引起危机感 就如果你是loan officer 跟人家讲 从这个角度 finance的角度来讲 或者从省税 节税的角度上来讲 是不是也很容易复制 可能我讲的方法 比你不一样 那你可以结合你自己的特点来讲 对不对 所以并不是一致 但是你作为一个领袖 未来领袖 现在领袖 你必须要把自己的中心思想 核心价值简单化 怎么样容易传承 怎么样做 OK 那重复事情做了不开心吗 每次都是一样的 那你要想办法开心做 因为让你开心做的唯一方法 就是开始会讲故事 因为故事人都开心听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呢 今天我把它作为一个 今天一个培训的结束 OK 那以后也不会再有这个培训了 我怎么听不懂小孩讲话呢 OK 那是不是有意见 OK 那 那那个大家有问题可以发上来 然后 如期收集一下 然后选一个 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我们来回答一下 好不好 那谢谢大师 大家赶紧抓紧时间 如果有什么 有代表性的问题 大家可以直接打开话筒来说 也可以打在打批板上面 也可以直接打开那个话筒说 因为 很可能过这个村里 也没这个电了 OK 因为这个 我不知道 我个人认为 这些东西都蛮难懂的 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真的要花点时间理解 或者你经历的 你可能先听着 将来你变成一个小团队 中团队慢慢做起来的时候 你回想起来 对你是讲的事情 OK 但是我可以先给你们讲 OK 今天 但是 但是我这里有个问题 跟你今天培训的 这个 这个团队领袖有关 那我认为每一个人 都是有个性的 有自己的偏向 那么 可能是存在像这样的问题 我本身跟这个人 但是性格上 事实上都合不来 是三观都合不来 但是 我们偏偏成了事业的伙伴 那 这个个性 在这样的一个团队领袖当中 应该怎么来 那个 处理 或者是说 怎么 怎么来协调这样 自己的个性 在不合的这一部分 你可以让他自己发挥 但是如果是 你认可他是个事业伙伴的话 他至少 在做事业方面 至少你们要有一个一定的默契 OK 很可能 在看事情 看人 或者看带团队的时候 有不一样的这个 判断 或不一样的想法 但是如果作为 你个人认为 他还是一个事业伙伴的话 至少在这个 做事业方面 这个 需要 需要有一定的默契 就这样 也就像 你在跟他建议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至少要听 OK 他至于 用什么方法来 达成这个 我们不用太管 因为 条条大路通通吧 特别在做直销的时候 这个 你可以让他自由发挥 了解了 那大师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 如果实在是 就是 太有 很大的分歧 而且对方 也是 之后也成功了 他努力在用他的 奇 我认为奇形怪状的做法在做 那这样是不是有割舍 你不用割舍 让自己做就好了 OK 但是 就出了你的话讲 如果他是奇形怪状的话 我会进一步海阔天空 我会到他下去去找一个 跟我比较合约的 带一个同队 作为保险 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 明白明白明白 万一这个人出事 万一这个人 呃 是外面鞋到做的 被公司逮到了 或万一这个人 对对对对对 某种原因 但是我就进一步海阔天空 我会赶快找一个备胎 放在下面 不是放在下面 或是在下面再挖一个 明白明白 OK 就进一步海阔天空 明白 OK 先生还有问题吗 我可以问一下吗 大师 你谁 哪 是哪一个团队的 是我 在在修院下面的 王苏云 OK好 请讲 就是说 在各个 不同的人脉当中 那里面肯定是有 还有一些 别的直销公司的人员 所谓这一类的人员 是把它先搁在一边 还是用 我们的实力去 他都不能搁在一边 你先要跟他沟通 也就是讲 我刚刚讲过了 五大黄英法则 你必须搞懂 你要把有三大的特点 讲出来 独一无二 超然的特点 OK 那你要跟那个公司 那个人 你要跟他讲清楚 OK 我跟你讲 我讲明白了 做直销 很难同时做两家公司 几乎不可能 那我问你一句话 您认为 直销 讲人 要把它签订 我们有三大里面来 你认为容易还是难 有 容易啊 很难 很难 好 那如果你在做两家直销公司 在人脑子里面的时候 你在跟一个人讲的时候 你看着看着 好像他不怎么情愿 他好像不太喜欢 对保健品 有这个 有这个 兴趣 他很可能对 高科技产品有兴趣 那你讲了一半 你是不是要转掉 因为你在做另外一家 高科技产品的公司 那你是不是转了 要讲那个 也就讲 你光 你光讲一个公司 你光讲一个事业机会 你都这么难了 你脑子里从了两个 你自己都飘忽不定的时候 也就讲 你自己还没搞定自己的时候 你有什么机会 去把人家搞定 所以你要跟你下线讲 你不可能同时做两个的 你必须在两个里面选一个 哪一个给你更有利 哪一个 你 达到你的梦想的道路 是 捷径 你要证明给他看 有什么好在哪里 从产品 从产品 到公司 到制度 到时机 到团队文化 OK 所以这个你必须要搞清楚 所以你才能 这个 跟对方 对方划刹论件 那这样子的话 你才有机会影响他 所以呢 你不能离他不管的 但是你自己先要修炼好 你有足够强大的这个能力 或者你把你上线带在一起 如果你现在不能见面的话 上那个微信也好 上这个松明也好 你 跟你上线做ABC法则 上面做 OK 所以你也不用等 要等到你学会再讲 OK 那就这样子 那Lucy有没有问题 提上来 对我这里说 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 大家 多少人在上面 现在还有156位 都没动啊 那好 156位都没有问题 对他有两个人 单独发了那个问题 可能他 不想 放他自己的名字 他就 他给我骂 OK 我现在不骂人 我保证 我这心情 第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 但是讲到那个小口撒尿 他是如果真的遇到 小口 小口到处撒尿的 应该怎么办呢 我开过多少次会 去研究这个问题 小口撒尿 我有碰过这种情况 对 当时我们讲的最好的方法 是这样 也就是讲呢 第一个 我们必须了解 那这个人 是不是有在跟进那个 还是随便指一指 OK 那如果他真的有在跟进 那这边又分 他跟进了多久 比方说 已经跟进了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我们当时讨论下来呢 比较宽松 就是他有在跟进 我们也知道 有了解 至少有三个月 没有解决 或者他根本就没有跟进 他只是指点江山 小口撒尿 那这样子的话呢 谁先签到的 就算谁的 听明白了吗 谁先签到的 就算谁的 那作为团队领袖 你自己先要做的公正 OK 你才能去解决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 这个你自己先要搞定自己 这是我的建议 OK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就是如果作为一个团队领袖来想 如果明明看到自己下线的伙伴 就是他的方法方式没有用对 那你跟他呢 他又不听你的 都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觉得自己有一套 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 那遇到这样的团队伙伴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事实上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 你会 首先你要对自己做的行为 做的事情 你要有一个认证 比方说 我们是跟我们自己团队文化 我们团队的上线一如这样做的 不管你是哪个团队 他做成功了 我认为他的 做直销 我们是边学边做 OK 然后呢 是可以 成功是可以复制的 因为我们是用的同样的公司 同样的产品 同样的制度 如果团队文化一致的话 他有一定的成功率 如果你认为你自己行 但是我要跟你讲清楚 如果你自己行的话 那我没办法带你 因为我是按照这个录制 我是按照这个团队文化 那如果你自己有一套 我满 我也只能恭喜你 但是我会讲一句话 如果你有一天走不通的话 你千万不要轻言放弃 你要想想 Denis当时跟你讲的 我永远是大门敞开 我在等你回来 什么时候做都是最佳时机 我也祝福你 如果你真的能闯睡变天 因为直销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 就是黑猫白猫 打着老鼠去是好猫 我比如说 我讲的一定会 我也希望你能走出一条路来 那我也弄不好跟你去 OK 不是弄不好的 如果你走出一条路了 我一定跟你去 OK 如果你是很成功的一个模范的话 所以呢 这个 你也只能这么做 因为我们在做直销 你不发人家薪水 你也严格意义上来讲 你也指挥不了什么 是不是呢 OK 没有问题了 我今天七小时五分钟下课 那不行 今天生日 那不行啊 放不过我了 OK 大师你好 我是李畅 李畅你好 你好 大师我都不敢再问问题了 在这里先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因为上次我提的问题就是 如何培养优秀的领袖 你在你今天生日的时候 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而且呢 就是非常非常感谢 是因为我没有忘记 因为上次我说下一课我们来具体讲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蛮重要 所以这个课书在你生日上给我们讲 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 在这里也代表大家祝你生日快乐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都不敢问了 你问是不是还会有下一个讲座呀 有可能 因为总是讲不完嘛 OK 好来 我记得有一次你到芝加哥来给我们讲 就是这个团队文化 关于那个感恩的团队文化 那我记得我的楼子 是感恩看到没有 跟以前不一样 就是上次你来讲过这个 但是呢 现在这个 现在在现在这个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 现在的情况下吧 比如说现在在疫情的情况下 然后大家都出不去 也呢就是 也不能呢 这个细胞小组聚会 那只能在线上来进行呢 我们的这些活动 还有呢 培训 还有呢 进行呢 就是讲人也好 或者是近人也好 带人也好 那这个感恩的 这个团队的这个文化 怎么样去发展 OK 首先 这是蛮大的一个话题 你这个问题 是要肯定会一起来讲 因为你怎么把自己 作为一个团队的 就你有吸引力 OK 因为 因为 我们是靠团队 团队是靠向心力 因为我们又不是公司老板 我们没有人家生杀大权 所以就靠个人魅力 个人魅力是可以培养的 OK 就像我讲的 IQ 基本上是定下来 生下来 但是EQ 是可以无线扩展的 OK 这是可以学习的 OK 所以呢 就是讲这个 如果你刚刚提到的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现在目前的情况上 怎么来做线上的培训 线上的找人 一个是怎么把 从线上找到的人变成线下 像现在我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我现在决定的 就是这样 我们几个钻石 几个领袖 我们准备来做一个大水库的培训 就是所谓的公益培训 可能有卢系来讲护肤品 可能有者医生来讲产品 有可能有卢比 卢比现在今天也在线上玩 应该 有卢比来讲产品 然后由我来讲事业 然后由比方像索菲 像Tio这些领袖 来讲怎么扩展 OK 怎么把这事情坚持下来 OK 怎么在没有上限资源的下面 也自己也能发展出团队 也就像这是讲大的 不会讲有刹那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带人来听 这些所谓公益课程 然后谁带进来的人 自己负责签单 负责自己跟进 但是我们会组织一个大的平台 我们来公告 我们来怎么来讲 这些公益的课 然后变成一个连轴转 没有一期两期 就是一直在讲 OK 大家知道有这个时间 有这些课程的话 我们事先就排好 然后可以各自带人上来 因为目前为止 我看这个疫情是看不到尽头 所以我们需要来在线上来做些工作 所以谢谢你安娜 你在问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正在考虑 OK 我也在跟几个领袖在谈 所以我们要怎么组织的课程 所以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OK 谢谢大师 蛮好的问题 那还有问题吗 那大师留一点时间 给我们给你过生日好吗 哎呀生日都不要过了 不要过了 大家都在吗 大家都在 那个Lucy请你帮我 那个弄成cohost 这样子我可以share screen 好不好 这样子下面由我来接管 我不知道OK 你是突然吸气啊 当然了 当然是这样子 好吗 Lucy 对对对 你已经是cohost了 请 太棒了 太棒了 那好 那大师请你把那个screen给关掉 好吗